我們其實這次的行動 除了我們邀請29位 除了吳海兒議員之外 其他功能組別議員 去對這個政改方面表態之外 我們也找到有200多個 到現在為止的朋友 是跟我們一起去做這個 發起我們明天的廣告呼籲的行動 至於議員那方面 我們陸陸續續一直是跟各位 這29位的功能組別議員聯絡的 其中有部分我們是所謂聯絡不了 或者不給答案我們 有部分當然有民主派的議員 民主派裡面的功能組別議員 已經對我們表示支持 另外有一些獨立的議員 有些是用諮詢業界等等 來撞一些藉口 我只是想引用今早 我在Facebook那裡有一個我的朋友 也都是業界的朋友給我的一個message 他跟我講的訊息就是說 不要再給這些什麼諮詢業界 說沒有共識的說話去瞞騙 我們不論是界別裡面的選民 還有市民的朋友和市民 其實香港市民的那個共識 已經是非常之清楚的了 就是要廢除工人組別 然後達至全面真正的民主的普選 就說他想我在這裡今天 他說知道我們今天會見到記者的朋友 就說希望我會將這一個信息 轉達給各位傳媒聽 亦都希望這個信息再給市民的時候 對我們全部都是一個鼓勵 所以我希望這也是藉著這次機會 將這個信息表達給 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 希望他們可以 不論他們是隱形獨 隱形建制 還是獨立 還是什麼東西的議員 都可以真是夠膽出來 將他們的界別 和全港市民的聲音 真真正的表達出來 信息 寺 寺 寺 … 寺